我不是说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电视界的观众太久没看到你了 所以他们对等你并不是很有耐心 希望你以后只要回来早一点来上 可以 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佳音呢 还没过新年节报什么佳音啊 我是说有关你的终身大事 有没有什么好的消息 我知道每一位朋友都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 不过这是姻缘可遇不可求的 而且也急不得 其实我心里比你们都还急 不过我希望你不要摆太久 因为西方有一位大文豪 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老是数在天上的星星 有一天掉进了阴沟 你知道是谁说的 你对西方文学很有研究 谁说的 孔子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不要冒充知道 你知道 当然我知道 谁说的 杨丽花 杨丽花 说真正的 就是这次你回来 我感觉到 你和以前不一样 几个穿着打扮 尤其是发型 发型变了很多 发型不错 长了 真法 假法 假法 林峰 我发现你的头 比上一次亮了 真皮 假皮 就突然真皮了 真皮怎么没头皮呢 嗯 小小脸 要也走过来 问你和那个小女孩 每个女孩都美丽 每一个都可爱 哎哟 说不来 只好把天才心 一般的爱哟 小小柔的走过来 叫什么男孩 你别打开 有点麻烦 等着你 等着你不奇怪 小小脸 小小脸 要也走过来 问你和那个小女孩 每个女孩都美丽 每一个都可爱 哎哟 说不来 只好把天才心 你慢慢满游 小小脸 要也走过来 叫什么男孩 别走开 有点女孩 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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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脸 小脸 要也走过来 叫什么男孩 别走开 有点女孩 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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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不停悄 能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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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悖 好